但是习近平邀的是让台湾人享受跟我们一样的待遇 你一打我又要投降 那当然创了我做中国的领导人 我要打你 你自己都要投降了吗 那我干嘛不打你 如果习近平下台的话 他们这些人就死无葬身之地 前情提要 此片为下集 还未看过上集的可回头观赏 再询问你最后一题好了 就是你怎么看习近平打台湾 会打吗 如果打的话是什么时候打 习近平这个人呢 其实我年轻时就跟他认识 从年轻时呢 他实际上是一个他有性格缺陷 他那个性格缺陷呢 就是说在他在年轻的时候 他受了很多挫折 就是他的父亲曾经被打倒过 他属于红二代的圈子里的人 但是呢红二代的圈子里的人 又不愿意理他 不带他玩 他自己认为他自己是党的一个好儿女 也是一个革命接班人 但是呢很多人觉得 你爸爸就是一个被打倒的人 我们以你要远一点 内心成长过程当中是有问题的 孤独而又倔强 所以你看他做事的时候 而且无所顾忌的 同时他这个受的教育的文化水准 就是太差了 他是初中二年级 初中二年级 你知道我们上学的时候 是小学上五年 初中上两年 在那个时候呢 我们是怎么上学的你知道吗 现在的正常学生一天 可能要上午上课 下午要上课 我们那时候实际上是两课制 两个是什么 这一天只上两节课 就是上两节课之后就回家了 所以他那种教育的水准下来 实际上他的初中毕业 他可能小学都没有毕业 小学水准都没够 但是呢他是个博士 所以我们大家称了小学博士 对对对 所以呢这个他这个性格啊 就是造成他这个一个非常变态的一个性格 而且你看到他任用的人 他不敢任用红二代 也不敢任用有知识的一些人 因为他觉得在他有自卑感 所以他在那时候任重的时候 所有的任重水平 都一定要比他水平更低的 所以就造成这个 这些人那个对国际社会 你知道这个福建那个地方啊 在一直是中国的人 就是战备区 他面对的是台湾 没有跟台湾打仗 所以中国所有的建设 科研单位 医疗单位 都不在福建设立 福建就是越穷越好 因为在台湾打仗的时候 一下炸他没有什么可炸的 所以那个地方是非常落后的 这落后的地方 他在那里成长起来 带着落后的那些地方干部 那些村长们 那个乡长们 所以在这个这些干部到中国 去领导一个中国整体经济的时候 那些人一窍不通的 哇 他对国际社会的认知啊 是完全是一片那个空白的 所以你看到习近平走到今天 对国际社会上了 他就是一个非常的愚蠢的一个人 他跟那个美国这个总统谈的时候 我们太平洋这么大 我们两个可以共管 他那意思我我跟你平起平坐 你一半太平洋我一半太平洋 凭什么 对呀凭什么 所以这个就是 你觉得我们会觉得很可笑的一个事情 对不对 你就是要做的话 你要有实力去做 你又没有这个实力 你要跟美国共管太平洋 太平洋那么多国家 我凭什么跟你共管啊 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愚蠢的事情 所以在经济上的问题是 他是不顾一切的 所以他为了这个 这样梳理的权威 你中国经济垮了 跟我不来往更好 他是认为北韩的模式更适合他 因为他可以可以关起门来 这个做皇帝 所以呢他就是对台湾 他就会有一个野心 他要建功立业 成为青史留名的人 那你的经济搞垮了 政治也不行 他有什么呢 那就是打台湾 这他想 打了台湾 他会让中国民众啊 支持他 制造那种爱国主义的情怀 大一统的情怀 但是话说话 中国大国人如果让你去跟 到北韩生活去 你愿意吗 你当然不愿意 中国大国没有人愿意去北韩的 但相反 让台湾人去北韩也不会干 但是习近平邀的是 跟中国大国讲的话 我们要把台湾变成我们的这个国土 让台湾人享受跟我们一样的待遇 台湾人不理解 觉得这个大一统的观念 其实大一统是一种画皮 这种画皮 他给他一种这个权威感 让奴役 让你奴役你去做那种他的奴隶 让你体验这个更艰苦的生活 对 我一直在讲啊 这大家应该区分一点这个知识 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提出来一个中华文明 在全世界要推广 大家要知道文明的定义是什么 文明是没有疆界的 对 只有文化是疆界 你可以说是中国文化 但中国的文化又有56个民族 56个民族怎么能形成一个共同点 形成中国的中华文化 这都是胡说八道的 所以他用这种东西去骗取这个中国大陆的百姓 骗取台湾们 他是想用口号去维持 他想不想打 他想打 建功立业 但他知道他打不过 尤其当美国明确要反对这个侵占台湾 西方国家反对侵占台湾的时候 尤其乌坎这个事件 给这个世界这个西方有一个非常高的警示 习近平这么做的话 他肯定是引起全球的大战 说在目前的情况 习近平不会打 他现在已经成为一个 怎么讲呢 就是说要维持中国社会稳定 维持他统治政权的一个借口 他要让大家知道 你跟着我走 有打台湾 有这个机会 能够让你们占便宜 穷人打富人 总是要分点财产 所以在这个情况 情况下呢 他是一个借口 以我目前看的话 虽然中国的军力也在高速发展 但是呢 只要西方国家能够坚持一个信心 给台湾一个支持 另外就是台湾政府愿意承担责任 愿意跟中共对抗 给百姓一个信心 习近平不敢打 这个让如果说啊 台湾的百姓说 你一打我要投降 那当然创作我做这个中国的这个领导人 我要打你 你自己都要投降了吗 那我干嘛不打你 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我要跟你誓死无珠归的话 我跟你拼命的话 他会考虑 他会考虑 他因为打台湾的一个结果 很可能台湾没打下来 他习近平他自己又下台了 是真的是最近这几个月习近平的各种什么死啦挂啦又中风啊又什么替身 是比我觉得比前几年越来越严重 他们自己党内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看到这个习近平的一个相貌 他其实他就是酗酒过度 他非常喜欢喝酒 他年轻时也喜欢喝酒 这个喝酒喝多喝酒伤肝的 这个人你看他是虚胖 他身体不是很好 党内啊是什么样状态呢 其实你想一想当习近平改为这个宪法 成为一个终身制的时候 他损坏的是哪个利益 是他们党内一批人的利益 因为他在以前建立制度就是四年 五年十年以后一文化 当他五十年代人执政这个过渡之后呢 他不没有文化制度的时候 他等于把六十年代七十年代那批人的仕途全部堵死了 那批人就是绝望 你想那批人如何会跟习近平一条心 是 当应该我们该做领袖做事的时候 你把我带的这批人全部堵死了 试图挖而下打压 所以党内的反对量一定会有的 而且各种利益上也会有 当这个习近平现在当他独裁之后 他是只有他的少数的几个人家族会获得利益 另大批人的利益都已经转移掉了 而且呢在这种为了政治目的进行反腐的时候 在伤害一大批 更重要一批就是中国大陆当经济一切高速发展的时候 中产阶级形成了 而中产阶级突然间失去了财产的时候 整个社会就对政府就没有信任感 他会觉得我原来过的日子还可以 至少我可以喝一杯牛奶喝一杯星巴克 现在我对何人有牛奶的星巴克没了 就比以前退步了 所以这个事情中国社会就发生一个巨变 这就是一个怎么讲 这是一个中产阶级的陷阱 你觉得习近平下一任还有机会吗 习近平啊其实现在不在于他来在主政 事实实际上呢 习近平身边的人是绝对不敢让习近平下台 你说李强王沪宁那些人 对他们都不会 不过蔡奇他们如果习近平下台的话 他们这些人就死无葬身之地 理解 所以他们一定要采取一些办法 巩固住习近平让他拥有执政 即便习近平他想退了 他也不让他退 也不会让他退 这个中国的社会就变成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他那一派人因为得罪人太多了 伤害了太多的人的利益 包括一些无辜的百姓军人各个方面 你要知道中国有六百多名将军被抓 这个少将军将六百多人 所以他们底细有非常多的 所以这个就像我以前跟他们讲过一个 就是中国大陆你知道发生了很多爆炸案 这段时间 那些爆炸案是谁做的呢 就是中国大陆他抓了这个两个将军 就是一个全国的一个总政治部主任 一个郭伯雄 他们的子弟带了几亿美元 几亿那个四亿多美元到美国来 他们有奖励 炸掉一开始是二十万 炸一个这个地方 奖励二十万人民 后来很多人没人去 没人感觉太少不值得 后来提到了五十万 所以在中国大陆有一段时间 大家很多没有注意的 很多啊 他们都说是天然气啊 每周都在各地有爆炸案 其实那个爆炸案 全都是他们军中子弟 在出钱奖励制作 这就是一个中国社会的一个 一个内部的一个矛盾 因为央视那些都说是天然气什么的嘛 但是我们看网上流出来的影片 他都央视记着什么 还有当地百姓都被阻止报导 然后当地还有一个鸡排店的人说 我是用那个电子 电子加热的怎么是又燃料气爆的呢 实际上都是人故意的爆炸案 这种爆炸案呢 其实他都是郭伯雄的这个儿子 他们那些底下那些人的子弟在做 我们这个在洛杉矶 他们是在美国都公开宣赏的 炸一个五十万 你炸多少规模的一百万 小规模的也要二三十万 所以他每天都有爆炸案 中国大陆是不敢爆而已 不过你说像习近平 他身边的那些七常委是吧 七常委都是文化水准比较低的 但王沪宁不低啊 王沪宁的这个人 其实他是一个非常狡猾的一个人 但是他在中国 他作为一个理论家的时候 他所想的就是维持他的一个地位 所以他三些元老 三任的一个领袖都是他 你想想一个人能够担任 三任不同元老的智囊 他是有一个非常高的智力 司马懿 对 所以他的变化是非常大的 包括王沪宁以前给三个代表 给江泽民 其实三个代表 江泽民想把共产党改变成民主化的政党 这是在当初的想法 提出三个代表 之后到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 胡锦涛采取的策略就是不争论 我可以讲一个小故事 胡锦涛在中南海当总书记的时候 他要装修 装修的时候 突然他装修完房子 到时候发现跟着他升官的一个文件柜不见了 他说我这个文件柜哪里去了 这个大家就找 说这很有纪念意义 我当时升官就靠这个文件柜升官了 这个是有福气的一个东西 带来福气的东西 你们给我扔了呢 大家就很奇怪就找 找来找去的就说我们查录像 结果查录像 给他装修的两个农民工拿个小板车 就把胡锦涛的文件柜 从中南海的小门 运输材料小门给拖出去 给卖掉 那个文件柜卖了多少钱呢 50块人民币 结果他们就说把这个抓手 胡锦涛说算了吧 这个事就不计较了 算了 就算了 很难想象 很难想象吧 胡锦涛还干了一件事 胡锦涛他没事干 他在看到他住在后面呢 有个一块地 有块地 他是想怎么改造一下 他就开始说 好了 我们要改造 改成一个花园 胡锦涛呢 就天天在家 有自己画图 画画园 画设计好了 他反复研究 好 叫他给你盖了 盖完之后 他看了之后 哎呀 不太满意 怎么办呢 跟着看别扭 就拆个吧 你就知道胡锦涛 当时他就不作为的 所以他说不争论 他根本就不管了 他就是他惹不起那些地方诸侯 所以不干 当然习近平上台之后 他是所有事情都要管的 嗯 所以他这个就是 两代领导人之间 非常大的一个反差 嗯嗯嗯 所以这时候对整个官场 跟这个百姓 都会有很深的影响 是 好 那现在时间也不早了 我们非常感谢 梅先生可以接受我们的采访 那今天影片到最后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 不想记得 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帅 我下期见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 还有些更黑的内幕 不方便分享 敬请见谅